我对印度的一个认识是,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一个纤细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 同样,它们未来还会面临的就是现在一个巨大人口基础上的一个严重的老年化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印度,在未来如果真的说要赶超中国,它会不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而这样的改变会有和现在的印度有一定相似性的中国来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 非常感谢。 谢谢,你这个问印度,这个真是好。 这个印度,我12年去了印度。 首先我想讲一下学术研究,大家知道经济学有一门学问叫发展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怎么发展经济。 政治学有一个重要分科叫发展政治学,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怎么搞,要还是不要民主,什么时候要还是干脆就别要。 然后我们社会学有一个领域叫发展社会学,无论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在美日欧, 他们主要最最重要是要研究两个国家全世界,一个中国一个印度。 特别是还要比较中国和印度。 所以这在我们对这个问题都不重要,中国的学者都是要研究美日欧, 信息都在那儿。 但是对美国的发展社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的学者来讲, 他们首先是要研究比较中国印度。 大体说来就是说,主流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是成功的点发,印度是失败的点发。 那么中国为什么成功,政治体制比印度好。 这不是我说的,我现在介绍美洲学术界这个大体的意见就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坏。 这样子,这是学术界的情况。 那么,就你们没去过印度,还想知道印度是什么样的,我刚才已经说了。 建议你们花一个小时上网看这个电影,叫《不可避免的战争》。 这是个新片子,大片,很好。 没去过印度的看一下。 另外我去过印度了,我知道,印度是真的。 印度呢,火车上面站的是人,火车里面是人,火车上面站的是人,他们也掉不下来。 让我们去的话还是个麻烦的,我就让你站,你敢站吗? 你掉下来怎么办?公共汽车上也坐的人。 他这个公共汽车里面是人,然后公共汽车的前面是这个司机开车嘛,对吧,一面。 然后剩下这三面,整整齐齐坐着三排人,坐在上面把脚放下来。 然后,上面是站在公共汽车顶上。 边上的这台人是坐着的。 亲眼看的。 贫富悬殊。 那么我现在经常给,我最近老见朋友,我说你有钱没有? 你最近怎么过日子?我日子过天,我说你要有钱,你看你还没去过美国,花两万人民币,美国两周游,透透游,便宜的。 因为来回机票自己还都要一万多。 什么包机票,包吃住,包留,全包美国,两万是两周游。 我说你要没钱,没时间,我建议你去一下日本。 我说日本呢,去的时候少的时候三千,多的时候五千,日本一周游。 你看一下,你每周嘛,你总要看一个吧。 然后下面全世界我特别推荐的就是印度。 我一二年看了印度以后,我思想有巨大的变化。 我很多原来认为是真理的事情,我现在彻底知道那是胡说八道。 这个,今天因为还有没时间了,就没时间讲。 这个,这个印度啊,印度这个社会。 大体说来现在印度十二亿人,我跟你讲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六亿印度人的生活状况,比五十年前五百年前绝对的差。 因为你现在都印度去啊,印度大概有三百个城市。 你现在去,都是很好的城市。 有这个城墙啊,有这个,里面有街道啊,有建筑啊。 你都可以想象它当年这个城市刚建好的时候,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金碧辉煌。 什么时候的城市呢?一百年前的,三百年前的,五百年前。 然后那个街道上那个铺子都没变。 我在街道走的时候,他说这个,哇,我说这是个卖锅的。 有人说这个店呢,也不是个新,这个店还不算老店,也就才一百多年。 这是他第三代,卖锅一个店,他爷爷卖,他爸卖,他也卖。 然后印度的富人,在这地方做富人,都已经三百年,五百年,八百年,还有一千年的。 还是那个院子。 只不过现在是修了高尔夫球场。 你们跑马场,高尔夫球场。 还是那块地,周围的穷人还是那些穷人。 只不过三百年前这里青山绿水,现在是满目苍蝇。 因为人口增长了五到十倍,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你想一想,怎么得了。 我去的时候,一二年去的时候,印度的大部分地方正在开始从大象向汽车的转化。 印度还有大量的,直到五年八年前还主要用大象做一种交通工具来驮东西。 他们说现在印度,最近我去的时候一二年问他, 他说最近三五年开始,汽车开始代替大象。 为什么呢? 他给我,当然我还记得笔记,今天没拿来,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大象一天要吃多少竹子。 大象吃什么? 反正他吃这个,吃竹子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大象有三四种主要食物。 然后这三四种主要,他给我说一天要吃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是多少吃多少钱。 然后呢,现在这个大象的食物,最近是二十年来,价钱在迅速的提高。 一直到最近两三年为止怎么样呢?高过了汽油。 然后你养一部车,这个汽油每天要花多少钱。 那么在十年二十年以前,用一个大象比用一个车要便宜很多。 直到最近几年,在印度使用一部车,它的价格才高于使用一个大象。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足不从这个大象像车转变。 哎呀,印度我给你讲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那真是谁呀,这个印度真是叫人。 印度三千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次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 零。 日本,印度人的思想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革命思想。 没有我们说陈胜无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是吧,你这个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没有。 所以我去印度以前,我们都以为说,哎,这么简单一个思想嘛。 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嘛,对不对。 你丧失天命了,你不为人民服务了,推翻你,老子令搞一个王朝,你怎么样。 是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个东西在这个天经地面的时候,这在印度思想里去令。 哎呀,这个,所以见了印度你才知道。 我们原来很多以为是universal的,我说普世的这种思想。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所以我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理论第一章,那一章第一节就讲, 我说中国什么思想,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思想。 西周开始建立,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你要为人民服务哦,什么? 我不会说这个,现在这套怎么说法,我都不会。 总之你看这套还是周朝思想传下来的,对吧? 你什么,群众路线啊。 这个,全是这样子。 这套思想你在印度根本玩不着。 什么,说什么呢你。 他那个富人就是富人,那这亿万的富啊,那比你富到什么程度啊? 穷人就是穷人,马路上,车也走,牛也走, 马也走,驴也走,人也走,摩托车也走。 喝水,那印度怎么,印度那个温度四五十度啊,外国人去站一会儿就晒死了。 印度人都晒不死,然后他喝水,因为你那个,他不但晒不死,他还劳动了。 他那么大的那个太阳在下面,我们那个游客去了,说对不起, 现在下午每天有四个小时,属于酷热时期,呆在宾馆里面去出去。 那外面人家那个建筑工人还劳动,还是女的,女的在劳动,不知道男的干嘛去。 然后他那个喝水,他卖水的时候呢,呀,不可想,他卖水的那个人怎么回事? 他站一个这么高的台子,卖水,你都想不出他怎么卖水,杯子都没有。 旁边有可口可乐,有我们中国有的所有美国的饮料,我们印度全有,在那摆着,没人买,因为没得穷啊。 那穷人怎么喝水,你可乐粉就站在下面,上面拿着,哇一蹲,怕,拍点钱,我也不知道几分钱,不认识。 这种事。 所以你说,印度要赶中国,我跟你说,你问干什么,要革命。 印度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没,印度就欠个毛泽东,欠个共产党。 你没有革命,你不改变这种社会状况,你不改变这种思想状况,敢什么,中国,闹了。 现在还有几分钟,哎呀,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